無所謂的誘惠歌我烈 聖霊成的民族 守住的是我台灣軍 發言為台灣軍 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想看大家請多 直接看我和丹鋼酥堆 現在稍微發一點 不然 待會說一半就跟我外頭說很難 你那三分台灣 用最快的時間和丹鋼 我告訴你 保證台灣什麼法學博士都不厲害 來 比較快一點 我們今天法理課 我的課 這個算是初期班最后的課 有法理論述 有這個建政法 建政法裡面還有占領法 裡面所有學的東西 其實是初期班裡面 最重要是有兩個事情 第一 叫做占領 不能移轉主權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第二 就是留王政府 不能就地合法 留王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最大的原本的東西 台灣人這麼可能就是 主要就是原因 如果國民黨他們來說就是 台灣的國際地位已經決定了 我當時決定 他說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但是開羅宣言 我們來看開羅宣言說什麼 開羅宣言發表的日期 是在1943年的十二月 十二月 二三 差不多在過年的時候 但是開羅宣言 中華民國一直說 開羅宣言已經決定說 台灣要向中華民國 就是說台灣朋友 建政以後 要向中華民國 1943年 建政結束是當時 1945年的8月15號 8月15號不是結束 8月15號是 日本天宏三部導航 三部導航的意義是什麼 停戰 就是停機建政 三部導航以後會再減嗎 會 很有可能再戰 然後 1945年的9月2號 麥卡社 在東京灣的輪船上面 美國的軍艦上面 簽日本的投降書 投降書簽了 9月2號投降書簽了 有可能再減嗎 有 還有可能會再戰 所以 過去 台灣的部署 說台灣終戰 終戰 台灣終戰是什麼日子 什麼時候終戰 你們知道嗎 終 就是終結的終 終止的終 台灣真的終止戰爭是什麼時候 他叫五二年的四月二八 那天才叫做終戰 他叫五一年的九月取八 九金山富平條簽約 但是簽約的時候 是五十一的國家簽 但是四十八的國家 國會通過 有三個國家沒有簽 簽完之後 他國會沒有的聲音 所以有四十八的國家 會簽 四十八的國家 這個做聲音 五十一的國家簽 就這個和平條約 我現在要說法律就是 他簽 就這個和平條約 他後 是不是叫做終戰 NO 沒有 那個時候還不是終戰 那個時候是隨時 都有可能發生戰爭 所以 所以 再來 一九十五年的十月二五 共法民國 選佈 那叫做台灣光復節 公學節 其實 那天 不是叫做公學節 那天如果是建政會來在說 那天是叫做 渣時停止建政 叫做交戰國 就是 佛雄建政的國家交戰國 在年開始 就是 佛雄在建政的兩個國家 由 一九十五年十月二五開始 一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五號 台灣光復 是中華民國說的 你要知道嗎 台灣這個土地 不是中國台灣 台灣這個土地是日本台灣 在一九十五年十五年十月二十一 已經十七 憲法 在萬國共法的規定之下 這個土地已經是變成 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看你會太快 你如果做筆記 我看很多人都說 沒有你做筆記 要用頭腦筆記 頭腦筆記 頭腦筆記 比我更好 你是要記 不然你現在記不住 我沒有跟你騙 我只用 現在這邊五月三號的滾手工程 扣下來 第七次 扣下來幾分 頭一次你扣 都要三四十分而已 今天我沒有跟你騙 你不要看是非選擇 不簡單 所以你如果在那裡 有的是 學到很快 但是有的比較慢 但是我是希望說 我給你保證你一點 新台灣論 你如果讀書 任何的國際法復習 你都可以改變 你絕對不會輸 因為 尤其我嚇他 幫所有的 我們的動心 去教人辯論 沒有一次辯輸的 到後面都是絕對我們贏 因為我們日本 所有的東西都寫在這個裡面 說回來 1945年10月25號 中華民國選佈台灣光復 很簡單的理由就是 台灣既然是 建白國 你建白國哪有光復 第一條說你台灣是中國台灣 不才會光復 但是這個台灣 有交給中國 他現在跟你說 開羅宣言 裡面 說要向中國 但是要向中國 他的理由 在那個 那個 開羅宣言裡面 他說要向中國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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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偷偷 自中國偷窃的 台灣朋友 要還給日本 你想想看 日本天皇 偷窃 為中國偷窃 為中國偷窃 台灣 沒有 他是 怎麼偷窃到台灣 他 因為馬關 貼窃 他是 隔讓 給日本天皇 因為 他建白 要用台灣朋友 來 做背書 來掛 日本天皇 他沒有偷啊 他沒有偷啊 所以開羅宣言 說 Stone Stone 這一個過去式 就已經不對了 但是 對 滿洲國 萬洲 他講說 日本 為 中國的 萬洲 偷窃 那個是合理 但是 獨特 對這個 台灣 跟朋友 不行 他不是嘛 你只要抓到 掛給人 好像不像我們的 阿公 他講 將我們的 家 已經 過後 給別人 錢 就拿了 但是 清朝 我用台灣朋友 我給日本天皇 有拿錢 沒有拿錢 但是他欠人錢 他見證 輸嘛 輸要什麼 要背人 用台灣朋友 去背人 很夭壽的是 台灣 是他的殖民地 這個殖民地 全台灣 都是中國的 你有看到那張圖 你有看到嗎 你們都最好看 家邊不是他的 但是他也照常他掛掉 為什麼掛掉 因為 殖民地可以這樣做 所以 真真正 台灣這個土地 有租款 是由當時開始 由1905年 經過10年 1915年 1905年的時候 日本的天皇 總督 他覺得 奇怪 我怎麼放台灣 以後 這些原住民 這些高山族 一天到 你跟他壓基金 你跟他結 你見面 就跟日本人說 我們的生活領域被你侵犯 奇怪 那這個土地 已經清條 給我了 所以 1905年 日本的政府 日本帝國 召集 國際會議 在我們台灣 要請美國 住在中國的一個參議 來參加 參加的時候 為什麼叫美國來參加 因為美國人 跟印第安人 有經驗 有鬥爭的經驗 所以 開會之後 決定 我們住民 高山族 只有部落 沒有國家 沒有國家 所以 日本政府 開始派警察 跟軍隊 跟政府 因為政治化裡面 沒有說 打贏打輸 叫做政博 從北部 開始把政博 我就算高山很厲害 從北部 打到南部 中華民國 這個 這個日本人 用多久 用十年的時間 到1915年 這幾個都 都被政府 都被政府 在後 建立台灣的主權 Sovity 所以 1915年 在後 台灣這座 才有建構主權 所以 1922年的 2月6號 有一個 華盛頓裁軍協定 裡面 第19條 承認 台灣平衡 是屬日本天皇的 從那時候開始 全世界 承認說 台灣平衡 是日本的 日本天皇的 日本 這都有歷史 奄緣 在裡面 那不是說 慶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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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中華民國 他見面 就說 用開羅宣言 所以 開羅宣言 是一種的 Decoration 一種的主張 不是Treaty 不是條約 主張 就是 建政 那時候說的 他不是說 事後 要遵守 那是另外一回事 1973年 你簽這個開羅宣言 其實開羅宣言 沒有簽語 我們有人 發言 說 這個開羅宣言 沒有簽語 不簽語 所以不遵守 但是問題 是說 這個開羅宣言 雖然沒有簽語 但是西方的國家 有一點 台中的簽語 雅手 你如果跟他握手 表示你承認你所說的話 過去台灣人也是一樣 不一定要簽 簽日料才有雄 才有公 要就有尊勝 握手就有尊勝了 開罗宣言一樣 一握手 就跟英國 朝日和美國的羅師傅 所以這個開罗宣言是有尊勝 當時呢 因為1943年簽的時候 握手的時候 台灣平有這個土地 也就是殖民地 一直跟1945年四月齊一 台灣這個土地 日本天皇宣佈 適時宣佈 才變成日本天皇 所以原來的殖民地是可以 要給誰給誰 那個是可以 但是1945年四月齊 簽日後就不行了 更何況 簽的時候 就是你握手的時候 就有答應美國和英國 他說 你如果將台灣行為 交給我 我給你保證 就是世界大臣以後 我中國不會去侵略其他的國家 有說這句話 這是什麼 這是秘密檔案 我的文書裡面有 第三冊 台灣戰爭史的第三冊 裡面就有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北京政變成功 中華人民共和國 繼承了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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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日本的導航 它真真真正的中華民國政府 就是1949年的十月齊日 它宣佈說遷都台北 其實離開它自己的土地 走去白人的土地 那不是說白人 走去白人的土地 而且只有能夠 城市叫做台北 叫做流亡政府 所以在國際上承認 它中華民國就是Chinese台北 所以它參加國際的組織 都用Chinese台北 Chinese台北是什麼意思 就是Chinese exile 就是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這個經營跟什麼人一樣 跟比利時流亡在倫敦 法國流亡在倫敦 法國流亡在倫敦 朝鮮流亡在上海 韓國是湘海 比利時 比利軍 倫敦 全世界都知道它叫做流亡政府 獨特我們台灣人勇敢賣賣賣 去參加奧運 還是參加什麼國際會議 用簽字台北 說我是中華台北 不然說我中國台北 他從來沒有知道說 其實不是中華台北 還是中國台北 其實叫做流亡政府帶台北 所以全世界都在笑台灣 台灣小孩拿到什麼運 什麼冠軍拿幾名 那些機子披在身上 這樣繞長一周 全世界會說這傻瓜 明明這就是人在流亡在你們 那你拿那個機子 在自我驕傲 不知道你驕傲什麼東西 那不是我們的國家 它是中華民國 去讓中華人民國取代 走到台灣 剛才說凱羅宣言 凱羅宣言 將美國跟英國答應說 他說他說他那時候 第一次世界財政的醫藥 你如果向台灣行他 不是說行他 好他 怎麼可以行 別人的東西 那時候台灣是什麼 是日本的 你想看 你是日本的 他怎麼可以簽一個宣言 說台灣給你 我說一個例給你們聽 假設啦 我落在那裡 有一張彩券 我拿出來 我跟你說 我這張彩券 明天開張 如果丟到 我在分離給你一半 我第一種前行 第二種 我跟你說 等一下 我來去外面買一張彩券 明天如果丟到 我分離一半 兩種前行 再說一次 我落在那裡 一張彩券 拿出來 我明天來丟 我分離一半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你稍等 我來外面買一張彩券 買到來 我分離一半 來 這兩種前行 第一種 明天我真的丟到 結果我賴皮 我沒給你 第一種 還是第二種 第一種有多 第二種還是有多 第一種有多 第一種 我如果說我沒有要分給你 第一種 我一定要分給你 第一種的你怕手 第二種的你怕手 來 再說一次 我的口袋 我只要用北京的 有一張彩券 我跟你講 這一張彩券 如果我中獎 明天我中獎 我分給你一半 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 我跟你講 你稍微做一下 我到外面去買一張彩券 如果 我中獎 明天我中獎 我分給你一半 這兩種情形 哪一種情形 我一定要履行我的承諾 第一種會怕手 第二種會怕手 不知道會怕手 我告訴你 第一種我一定要給他 為什麼 因為這張彩券在外面 是我的 我有所有權 我來外面買 我沒有所有權 那種沒有所有權 那種沒有所有權 就是我賴皮也是合法 台灣 那種是什麼人 日本天皇 美國跟英國說 如果 建政以後 我台灣朋友來交給你 他有什麼管理 跟他說台灣朋友要交給他 這不是你美國的東西 也不是你英國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想就知道 台藝有一個很特別的 這叫做 拿別人的軍頭部 蒸酒塞 那是日本天皇的東西 什麼你跟他說 建政以後我來給你 不行 建政不通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 台灣絕對不會去交給中國 本來就不是你在掛給人家 再來 我如果跟你說 我跟毛澤東叫做台灣 你不相信 我跟你說 他就跟他就 他跟美國跟英國 承諾 說不去侵略他的國家 但1950年6月25號 反正不發 1950年的時候 中國這個地方的政權 是叫做什麼名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一直1949年的10月1號 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6月25號 韓戰爆發 1950年6月27號 杜魯門宣布台灣地位中立 派航空母艦 在台灣海峽 中國派軍在韓國 來朝鮮 美國也派軍用聯軍 改建 這個東西 在1950年的12月的時候 昨天來 向聯合國 控告 美國侵略台灣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向聯合國告了 現在12月未來的時候 聯合國說 來不你來 你來聯合國開火 他帶狗的人 背一人去美國 美國的時候 聯合國提出來說 你說台灣你的 你拿出證明 你說美國來侵略台灣 你總要有證明嗎 你拿出證明說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哇 我那時候 1950年到驚立 他拿不出來證明 他可以用話說 中國自古以來 是 台灣自古以來 是中國的領土 還是說中國的一部分 你想想看 一樣的話 我們可以說 我家隔壁那領土 在兩代以前是 我阿公的 你現在要行我 我阿公的 你會相信嗎 可以嗎 當然也不行 你要取證明 那不是 不能說 你的 就是你的 所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直到現在為止 拿不出來證明 他現在拿不出來證明 他現在開始了 跟我們建交的時候 他都用錢 較強的國家 較大的國家 沒辦法 那如果 比較弱小的國家 他說 來 我跟你建交 簽一個建交公報 建交公報 就要跟你說一句 台灣是 哪一個國家 可不可以說 哪一個小國家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小國家可以 大家過大國家 例如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跟中國說 你要叫我幫你簽 我是不用那簽 第一 台灣不是我 加拿大的 我哪一個信任 又是你的 台灣不是我的 我不用那信任 台灣是 好像不是 不是你的東西 你 叫你簽 母親人是職三名 你沒辦法簽 你沒辦法 你親在看一隻 免字 旁邊的人跟你說 你簽一個 證明書說 這隻免字是我的 你要簽嗎 你簽的才要簽的 你怎麼知道 那不是加拿大的 那不是我的 你叫我簽這個 所以他就不承認 也不願意寫 所以到今天為止 中國出的 有啦 一些小國家 那如果說 幾千的幾萬的 他說來來來 我給你10億 幫你援助 幫你簽一條 那小國家 難不 反正台灣跟媽媽 無關 親菜寫給你也沒關係 都說這樣 所以到今天為止 事情就非常非常清楚 因為 毛澤東發動韓戰 所以 1950年的年底 發動韓戰 所以在1950年 9月1號 你簽這個 《就家和平條約》的時候 美國出來說 我本來 台灣人 是要告訴你 中華民國 但是現在 你已經破壞你的約束 開羅宣言 你說你不侵略其他的國家 你已經侵略了 所以呢 他就 就這樣和平條約 就改變 內容 就是說 他沒有說 要交給中華民國 所以你看看 只有第二條 說 日本放棄 放棄 台灣的主權權利 不是三文體喔 你想 三文體 這次 這個營業 其實這次 最近差不多百幾年的時候 才有這次造出來 以前的人 不知道什麼叫做三文體 什麼叫做主權 以前的人 管轄權 只有知道管轄權 還是控制權 以前的人不知道什麼叫做主權 所以 台灣和平條 這個土地 日本政府放棄主權權利 就是放棄什麼 管轄權 本來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日本天皇交給日本的政府 來管台灣 所以政府有管轄權 他現在放棄 他說 因為建書跟他說 你不能再管 讓台灣自己去管自己 這是聯合公 在1950年 對我們台灣的前途設定的 因為這樣的關係 美國的國務院 他覺得有機可乘 他就說 這個台灣分作兩個 一個叫做法律的台灣 一個真真正的台灣 一個叫做政敵的台灣 政敵的台灣 就是台灣關係法裡面 所講的台灣 台灣關係法來講的台灣 是the people on 台灣 其實 古金川副平條說的是 the people of 台灣 上海公報 中國跟美國的 1972年的上海公報 the people of 台灣 1979年的 1979年的 美國跟中國的建交公報 the people of 台灣 1987年的 817公報 the people of 台灣 1979年 台灣關係法 the people on 台灣 美國的 美國的 這個國家 貴富我們不要營業 自己生這樣 就黑白翻了 所以你們就說 你不要營業 但是我很不要營業 我沒有去配 我在 讀初中的時候 我的營業是一二月 就要他過星期了 有一個錯號叫做黑鞠 我讀台東 我讀台東 在我那個時候 是省辦高中 事辦初中的 第二屆 我是第二屆 我那年的小學畢業 找到台東 作文題目 假如教室像電影院一樣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不知道 我就是在台東 我的英文老師很好 他跟我說 你英文你不懂 你慢慢唸 但是文法你要非常懂 所以你看看 我落後 就這個和平條 第二條 第四條 第二十三條 我這幾條 我的分析 我告訴你 我幫你保證 跟今天的為止 以後也一樣 絕對沒有人 能夠像我那樣的分析 你不用給我鼓勵 我寫的這個 就這段和平的條文解釋 你們去看看 你們會很感動 絕對沒有人 我都這樣寫 那裡的分析得非常清楚 尋找咱 杜勒斯 他在想什麼 就寫下去 我告訴你 杜勒斯 寫這段和平條的 馬關條約 也是杜勒斯寫的 奇怪 剛才是1895年寫的 還有1951年 還有那個 舜勒斯河邊的 那多久了 不是啦 馬關條是他們阿公 路邊這是孫子 因為 欸 條約很難寫的 不是青菜人 可以寫條約 如果像中華民國 寫一支 Agreement 就是協議書 那個青青菜菜 青菜 他就寫 要寫TREAT 不是哪一個人 可以寫的 舜勒斯河邊的 我告訴你 那很深 他所每一個字的用語 不是普通的用語 讓你討論 你要看 他舜勒斯河邊的 1951年簽 1952年生效 他經過1965年 吉田茂 前面的舊間和平台灣的吉田茂 他寫一本書 叫做World in Japan 這本書 世界跟日本 裡面263億 他說得很清楚 我日本政府 沒有放棄台灣主權 我只是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你看台灣這些 中華民國派的這些學者 各國的說 日本已經放棄主權 台灣被撞到 所以台灣會 這種很簡單的理論 你想想看 我如果放棄一個皮包 你把你撞到 你可以宣布說 那你也嗎 可以的嚇手 不可以的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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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奇怪 現在日本 日本說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台灣說變成他的 台灣人的 你自己撞到都他的 你撞到皮包 你要怎樣 以我們所有的嘗試 拿去派出所 對不對 尚門也要招臨說 六股的以後 沒有人會這麼勝利的 對不對 他的法律是這樣 對不對 國際法也沒有這樣 不是說你撞到 六股的以後 就變成你的 不可以 怎麼說 人家這個皮包 有主人啊 什麼人啊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現在是因為 古今山河明條 第一條的味道 他不能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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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減時悠久而已 但是他可以 點點頭 也不能揮揮揮揮手 對不對 如果大家去問 你來問日本天皇 欸 讓我們台灣人自己 關自己好不好 他自己說好 他這樣搖手 我就擁明 크 他這樣고 不可以 那時候 你方有 England 買日本天皇 走 他不買日本天皇 那。。。 他媽也不用 留著日本天皇 有人說 佛法台灣人來自己管自己 要怎樣 你看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 你不是都一直想台灣要健康 台灣要主題 台灣要做什麼 有沒有 都這樣想有沒有 不敢說 好啦 你這樣想你也要跟日本人說 不然他怎麼知道 有沒有 生日期 我就是跟美國說 來 我來跟日本天皇說 你如果我就跟日本天皇說 我絕對有辦法 三年前 我們派150人都穿這蝠 帝帽 這蝠是黑的 黑的那種 在日本天皇的生日 十二月二十三號 抓我們的旗子 進場 我們將日本天皇祝賀的那種 叫日本天皇那時候 住在台灣第三中毒的孫子 跟日本天皇的同學 叫他拿去給他 所以他公立天 安排我們去日本天皇 生日那一天 差不多兩三萬的日本人 但是特別把我們安排 日本天皇的借對面 讓我們站在頭前 你如果人太少 看不出來 但是一人一百五十個 兩百一十個 還是一百七十個 一人一人都穿黑的 很明顯 你旗子又跟他不一樣 我們來看二千鳳十一年 我們去日本天皇的樣子 2011年 我們去日本天皇的樣子 2011年 我們去日本天皇的樣子 一趟一趟 身材 將我們的旗子拿進去 日本的風宮 除了日本旗 馬路旗 馬路就是紅的那種 旗子都不行 所以我們的旗子是優勢以來 第一次 進去風宮 跟日本天皇祝賀 滿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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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發 很多的我們同心 回家說 我沒有去為什麼 我沒有負責 他就叫我 巴大臺 目標都這麼多 因為我不是中華民國人 所以我沒有負責 我如果去 我們就打工去了 我堅持 立美国 一定要發旅行證券讓我 我才要去 現在竟然 竟然竟然竟然就拿來 旅行證券 我在這裡堅持 想說有大件 我這算鼓勵 我想奇怪 我怎麼這樣說 你都黏黏 別說我應該留在台灣 我是替我們大家留在台灣 你知道嗎 所以我沒有去 所以他去 前幾年 日本記者吸到這裡的最 嚇壞 他們嚇到了 奇怪 怎麼那個機 要走來這裡 現在 匠品上面擦紅的 擦擦的就像是一般機 我們這機都擦紅的 像是一般機 所以他的布紙頂起來 我說 布紙都一樣的 匠品怎麼不一樣 因為他們叫 這是頭照的 但是第二年來第二年 你要看嗎 2012年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2012年 記者會讓一面 好 我們就大量拿進去 這邊 日本的記者沒有塗掉 隆重出來 2013年 更多 170個 你看 我們每一次 都站在日本天王的頭上 你有看到嗎 隆重是兩三萬人 不要每一次都站在家裡 因為我們是日本天王的神明 其他是日本天王的國民而已 親民更多 日本天王也知道 所以我們要站在那裡 我們現在我就要求 我一隻那邊去 一定要協助 日本天王 和我們這個小子 日本天王 真的每一次 都向我們那些動心 百幾個 兩百個 每次都在我們的頭上揮揮手 我跟美國說 我說 你看 你看 日本天王同意說 讓我們台灣自己管自己 那怎麼有 美國跟我說 怎麼有 我說 你是不要看 看鞭片 不是會手嗎 我們在下方說 讓台灣管理自己好不好 好好好 連續三次 美國 美國說 現在我相信說 我們有辦法來管自己 那問題是 你有辦法管自己嗎 你覺得我們準備好的請你走 還沒準備好的 啊 有喔 我們準備好了 你台灣人嗎 你有帶一張新聞證嗎 新清張 新清張 還沒了 美國就說 你們這些都中國人 你要管台灣 要怎麼管台灣 我怎麼將政權行列 台灣人不是你們的 你們怎麼來管這一塊土地 所以就是你要申請什麼 身份證 一定要有台灣民政府 根據美國法庭的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的那個身份證 這年新聞證 不是我們自己贏的 這是由美國贏的 所以這而已 這麼麻煩 你就要去申請 負貨庭本 就要證明說 你的老婆老母是 日本 大日本地國時 有跌的 有很多人 去申請負貨庭片 才走一條 啊 我們老婆老母 以前是交貨 還是什麼貨 幾年出事的 蛤 我的名字 也說到日本名 有很多人的名字都改 改成四字 有嗎 但是也有 也不改 也有啦 台灣有百分之十五有改 百分之八十五沒有改 不改也沒關係 日本人也是有三字 對不對 所以 去申請你要 你現在 中華美國一個人知道 我們開始去申請 本土台灣人的證明 他不敢跟我們動 因為美國跟他說 你不准阻擋 但是 他設一些 努力努力 剛才開始的時候 現在 越申請越多 他們嚇到 所以我相信 有人去申請 剛才開始的申請 有的人去申請 但現在不會 不敢 我們把美國抗議 我說 我要申請 怎麼會這麼困難 但是你也不用擔憂 他說 你中華美國 如果把負殖 負殖本 把你消掉 他要怎麼 日本人跟我說 不用擔憂 我們日本 有一組優惡 他要離開的時候 日本人要離開的時候 所有的一切都說 COVID拿回日本 走在那裡 他說不用擔憂 你如果接到金錢 我就送回來給你 有很多人說 我們老公阿嬤 我們很多祖先的家 都去到中華美國 收去 我說你不要亂說 他說 他說你現在都 不在他看 我不用擔憂 日本政府跟我說 他都沒有資料 如果真正是你的 我們發行的 給中國國民黨 去收去 中華民黨 給你募修的 你說我拿不證明 沒關係 你來申請 我們那些資料 都要還有一個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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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五卷出 我們都很多 那些土地 收去 我現在先不要說 那些 我在上課 你們只說到錢 有幸福而已 你上課不是為錢 我先跟你說 是為了台灣 對不對 為台灣的亞洲 好 不要說為 我十次都 大家如果說到這裡 我每次說 台灣民眾 如果這場之後 要發行賺台幣 一塊 新來賺四十萬來換 有 大家說 那好康 但是 我們這不是阿寶 我再跟你說 一拜託你聽清楚 我不是阿寶 一九四九年的六月十五 中華民國的政府 發行新台票 用一塊 從我們原來的錢 四萬塊 我們拿錢 有嗎 知道這個 知道這個 你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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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資料 你沒機會 去問你 老婆老婆 還是阿公阿嬤 我告訴你 台灣人 請問一下 你想看 有人告訴我 你有看嗎 有人怎麼告訴我 他有很難問 他要選佈這個 也認識 認識給你選佈 他說 我們阿公那時候 賣一間房子 晚上幾萬塊 隔天天說 選佈一塊四萬 唇買一塊雞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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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台灣人都變成 都散 所以我們台灣民主 執政一後 我現在跟美國說 我們要先怎麼樣 我們使用美金 精準一後 我們發行 正台幣 價台票 價台票 發行的時候 拿新台票 你都要拿四十萬來交換 怎麼說 這是叫做轉型正義 你過去 你用一塊 身台票 給我換四萬塊 對不對 我現在要把你換到回來 贊成的 握手 你都可以 奇怪 你怎麼會贊成 四十萬換一塊 我沒說 你們握手很奇怪 但是你拿台灣民政委 台灣人身份證 一塊換一塊 好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你們這裡握手 我說一塊四十萬 你們都會握手 真的假 沒有 沒有 一塊完四十萬 買的握手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都沒有了 一塊完一塊好 好的握手 對 所以我剛才說 你們都會贊 有喔 我說有數字嗎 大家都贊 我贊 我們過去 給這個 市長說 拿太多錢 台灣人都是說 你納稅金應當的 納稅金哪有應當 應當在哪裡 所以有人就跟他說 秘書長 我納稅金現在交易 我不可以納稅 不行 因為他現在 你納的 這叫做 台灣 authority 台灣關係法 裡面的 台灣當局 你要先納 就不用納了 不久了 中華廟已經準備 離開了 你知道中華廟還要離開 的握手 你如果都知道 我都不用說 要說什麼 要 你都口試心悔 很奇怪 台灣人很激烈 跟你說 你在離開 是 跟他握手 如果跟你說理由 我如果不說理由 你都知道 這很奇怪 台灣人 學了這幾個 我沒有在騙 台灣人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 才來上課 對不對 你不知道 對不對 不知道對不對 不知道對不對 死要面子 這都是中國文化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對不對 來 中華廟還要離開台灣 你看看 很簡單 你看看整個現象 第一 你 吹起 被扔掉了 什麼是他的吹起 他的部隊 部隊叫做吹起 今天中華民國 有辦法在我們台灣 鎮壓台灣人 你不能叮噹 你不能收幾機 都靠什麼 靠軍隊 警察 那是危安而已 真的 在控制台灣 是這麼的軍隊 本來 他有六十萬大軍 所謂的國軍 台灣人去做中華民國軍 那是不對 台灣人不應該 效忠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跟台灣是敵對 我說這很簡單 第二次世界代表 什麼人訪問我們 美國 美國跟中華民國是同盟國 美國在那個時候 是我們台灣人的敵人 中華民國 當然是台灣人的敵人 這很簡單 什麼意思 所謂當兵是什麼 就是效忠的意思 你要看美國 這兩天美國補作出來 他說 要求亞裔 就是住在亞洲的人 你只要你是人住在美國 你有綠卡 沒有綠卡 還是你是偷渡的 什麼都沒關係 你來去做美國的兵 你要說亞洲的亞 你去做美國的兵 做兵 做三年以後 他給你公民 給你公民 美國公民 這是怎麼樣 國際法 萬國公民有規定 我去做兵 就是這個國家的公民 你不是公民 你就利用做兵 效忠 他美國就給你公民的 那個 做身份證 甚至於 和偷渡的 他也給你做 你只要會亞洲地區的話語 所以美國開始 他說要重返亞洲 開始在爭兵 叫一些 會好說 當地議員的人 來做美國兵 上個禮拜 菲律賓 美國選保 撤退菲律賓 22年 的軍隊 又回來了 三千名 海軍陸戰隊回來了 台灣撤退六個月 三十幾年了 買到四十年了 台灣馬上美軍就買一次 我如果跟你說 美軍你不一定會相信 你不一定會相信 你都看不見 南歐有一個金幅路一百號 標明上說是 AIT新的地方 那個地方有兩萬坪 你要去好嗎 地下去三站 海軍陸戰隊 那個地方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八百名要進駐 AIT在信義陸 本來有150個 現在減 減到剩四十個 你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美國要進來 AIT人減去 AIT是民間組織 南歐這個地方 要搭八百名的海軍陸戰隊 這個地方要做什麼 做美國亞洲地區的軍隊指揮中心 因為美國選擇要重返亞洲 最好的證明 台北有美國學校 高雄翠華路也有美國學校 台北在田姆那裡 這美國學校你們知道 有美國學校的行手 好 阿北去看的行手 好 你們最近的那裡看看 高雄起兩棟 在學十三樓 上面四樓 很大棟 征班 台北也一樣 起一棟很大棟 奇怪 全台灣所有的學校都在檢班 獨獨美國學校在征班 美國學校在那裡 美國學校在那裡 那厲害嗎 啊 啊 還沒時間到 怎麼一直征班 征到那裡那麼多 因為美國學校 高雄的美國學校 美國的學校 和我們的動心很認識 我們去問 那你怎麼去 沒有這麼多的美國人 美國學校要美國護照 還是綠卡才可以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把他征班 征到那麼多 你說你不知道 啊 今年的下半年 美軍要回到台灣 他們那些眷屬的孩子 要來這裡打 你不用派手 美國人 美國人 要來替我們台灣人 騎乙兵 你看看 我們台灣 會有這美國人 跟你騎乙兵 上海公路 台灣民政府就說 我們 我們沒有用法律 他才插你 我們用法律 他才插你 我們用法律 他就乖乖 回到台灣 怎麼說 我說 欸 國軍有什麼好朋友 二十三條 你試試看 在國典法律 我們在國的時候 他的辯論庭 美國的國務院 派哈佛的律師出來辯 法官站在這邊 法官給他問 因為我問你 難道救濟戰和平條約 已經失效了嗎 他的國務院那個 律師說 沒有 但是呢 我們以 台灣關係法 跟中美 1954年的 中美共同防疫協定 來取代 他說 No 救濟戰和平條約 到今天美國 仍然有效 美國 美國 那個 國務院那個 律師 黏起 所以他打開 你就會說 承認 今天 台灣 要是美國 軍事政府 佔領中 第二 你美國國務院 你要主動去 協助這些 援國的訴求和要求 所以 請問 十年 十一歲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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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台灣民政府 在台北 成立內閣和參議會 是這樣 來的 所以你今天在這裡 你坐 都覺得說 現在很少聽說 動心 你說 我們家人說 危險 應該是沒有了 現在要有嗎 有的嚇手 說危險的嚇手 這樣 還有嗎 這要沒有了 三個而已 本來 頭前幾季 如果問 一般差不多百分之百 百九十 都也嚇手 我說你好大 但是沒關係 先來 才有糖 好吃 叫做革命先行者 台灣民政府 叫我們大家做革命先烈 革命先烈 革命先烈 什麼意思 四起來 四起來叫做革命先烈 我們不要你當革命先烈 我們要你當革命先烈 你講的時候 你說我是革命先烈 因為這句話 你後來 你絕對有糖 怎麼說 我們這情依烈 你四起來 有很多的好處 人家就跟你說 你為什麼 你怎麼可以 像以前中華民家的老子 你說抱歉 我們是老孫子 我們是革命先行者 我們先走 所以我們先享受 這樣對不對 革命先行者 一定有 革命和優質和革命和待遇 全世界都一樣 沒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但是我跟你說 美國會 暗中給你考試 我們現在大家都說 我們不要獨立 我們要按照國際法 台灣要自己關自己 也不是自治 要自己關自己 要跟日本成為幫年 他會給你引領 他會給你怎麼引領 跟你說 咦 我們要做台灣獨立 我給你錢 但是我們要做台灣獨立 我們要做台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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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要出的時候 那天我還不知道 那天出去了之後 去跟他們在LAQ記者會以後 美國CIA這麼長的照片 我就剩一張了 煩惱一下 我那一張的時候 三千十公斤 但是後來 經過半年到九月齊六 美國再度相信我們 所以 再替我們辦一篇記者會 四月二五的時候 你想想看 他在美國華盛頓DC的記者俱樂部 那裡有幾千的記者 那些人 十七人去開火的時候 一個記者就不出現 美國有厲害嗎 去拜訪國府 一個都沒有出現 那個布 和美國的地庫 要開檢討會 一個人就不來 很厲害 美國實在很厲害 當時 我再跟你們說 你開記者會的現場 桌上全部都是 確聽 旁邊都是監視器 所以我們那些人 樓下我們有開地出的 那些人 他們沒有說什麼 美國說 都不要說那些 我給你看照片 拍一下 照片在哪裡都出來 他說 後面沒有說什麼 拍一下 錄音大都出來 所以美國做事情 他不會說一下子相信你 一樣 你現在在這裡受訓 後面在我們台灣民進府裡面 可能擔任高官或者高職 你要很小心 你要把這個法理的論述要討好 那不然呢 我就跟你說 真的很危險 修法洪怪的 就去了 台灣民進府到現在有七個布號主 什麼叫七個布號主 就是說 土居班 國居班之後 不會輸 全世界他都沒有了 後來要去顧日本 說你要顧日本 要顧什麼 說要去顧國籍 實際上 我最有顧到這麼清楚 他如果要顧就要顧天皇 天皇還不可以顧 不行 我們的國籍是什麼 是大日本的國籍 不是現在這個日本的國籍 現在的日本是什麼 是麥克阿瑟 將憲法跟修改兩條以後 就不一樣的國籍去了 創一個蓄日會 蓄日會是什麼意思 蓄日是什麼 就是日本的軍機 紅的旁邊有磁六道光芒 日本的軍機 那叫蓄日會 說用蓄日會 昨天蓄日會還要顧日本政府 蓄日會還要顧日本政府 就有人這樣出現 創作什麼 美國台灣政府 什麼叫美國台灣政府 乾脆就做美國加州政府 美國德州政府 台灣人蓄這個法律 連這一成基本的法理的概念 都沒有 還是要怎麼帶台灣人 所以你有看到 但是外面的人一般沒有念過法律 看到美國台灣政府 哇好棒喔 台灣政府已經成立了在美國 你去什麼 台灣政府可以在美國成立 這樣乾脆 我明明來成立說 台灣美國政府 可以嗎 可以嗎 台灣美國政府可以嗎 這個如果不行 美國台灣政府怎麼可以 你想就知道嗎 還不是 後出後 後出後 那個什麼 大日本帝國後援會 日本帝國給你後援 你也拜託 你是平安一點去給他後援 所以我要說 就是 法律的東西是很輕 每一個人 投法律 要真真正的去投 你只投兩本 沒效耶 我已經切 已經剩到第六本了 當然現在他們 你看新台灣 你像新台灣人 跟他投資才來講 細節是台灣戰爭史一 台灣戰爭史二 那是細節 台灣戰爭史三 下個禮拜會出來 台灣戰爭史四 下下禮拜也會出來 最後有一個台灣戰爭史的結論 台灣戰爭史五 這是如何建設台灣 成為一個新興的國家 讓台灣走上 完全管理自己的道路 這是台灣戰爭史的第五 所以 意思是說 我寫的書還沒有完結篇 美國的學者 在四月二八 我們訂那個報紙一 那天 你有沒有看到報紙他走 自由時報 那天你看 4月28號 聯絡報 沒有看他走 你算真厲害 都沒有看報紙 會我看電腦也不會 電腦也不會 電腦也不會 報紙也不會看 我的奮鬥 我快要奮鬥 你日常的生活的知識 都沒下來 道聽途說 還是說大家都很厲害 沒有 沒有 只有那天沒看 只有那天沒看 剛好 我們訂購 花那麼多錢 我告訴你 回去 那國際辦公室拿 要還有 我們訂報紙 很簡單 我們的logo 我們的圖樣 旁邊只有什麼 乾乾幾日 提醒 鐵車 AIT 跟日本交流學會 今天是 就今天和平條的生肖日 這個報紙在上面 這個報紙在上面 美國很多 學者靠進來 要求回到台灣 和我們既民 所以 我們台灣的監督 很簡單 你只要拿日本新台灣論 你就知道了解 當然 我先說 讀三天 你就要 台灣台灣的法例 困難 你一定要先讀錯 高級班 我們就會有 中國國情報告 你只讀台灣 不行 你和中國的國情 你來讀 所以 我們今天 因為我現在春九分精 再說下去 已經有一點超過時間 但我要跟我們國議 來講的就是 說 後禮拜 我們的高級班 當然歡迎你們來 但不勉強 後禮拜 拜一 到拜三 電腦班 開始 你如果沒有電腦 我希望 你要讀電腦 不管你幾歲 電腦讀他的 這個地式 如何使用 是變成你的嘗試 有兩個班 第二個班 叫做A班 一個叫做B班 A班就是為 拜一到拜三 B班就是為 拜三到拜五 兩個班 你要通過的人 要拿筆記型電腦 跟智慧型手機 有這兩個東西 才可以報名 一樣 三天兩月 同時規定 躺完 不會用電腦的 要留期 打到你會後 還要讓你回去 會用電腦來 准當 不跌 但我又說一次 你又要做政府官員 你一定要拿那個電腦 你如果不會電腦 将来很难担任台湾民政府的官员 这样好吗 要坐这趟吗 不买坐这趟 你若准你回家去保释还是什么 又回家休息 又来还不记得了 富裕 富裕是一样跟国旗班一样 一万块钱 但是我说这是 设计才要给你回家 电脑给你带 由个别指导 一年一年给你带 带到你会好为止 但是 不知道 我知道 那一切球都要八百多块 我们这是 受过国旗班这可以学吗 我先说 不是初期班可以 高级班才可以学 这样好吗 我今天最后要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各位同心好和休克 我来到外面一趟用餐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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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